如果今天金钱代表的是权利的话 今天在婚姻当中 如果我钱赚得多 是不是我可以讲话比较大声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钱都是我赚的 我为什么不可以花 那样的一个互动 其实为什么会有人不想做家庭主妇 为什么他不 其实家管这样的一个 它是个工作 只是虽然没有表面上的这个income进来 这个薪水进来 可是他其实对家庭的贡献 常常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金钱的等值 所以他就失去了家庭里面的地位 或者他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发声的 因为我们把金钱等于什么 等于权利 换句话说 感觉上在金钱上面 如果他没有生产力 他就等于是什么 没有生产力 可是这个想法 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金钱是安全感的来源 其实我们知道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神 才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 我想富有的少年观的圣经的故事 我们都很熟悉 对不对 他悠悠愁愁的离开 为什么 因为财富成为他的安全感的来源 他没有办法变卖所有的一切 来跟随耶稣 你会发现一件事 当我们要回应耶稣的时候 一定是有困难的 如果神感动我们 要为某一个需要 要来要奉献 神感动我们 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 神感动我们 怎么样去接受装备 甚至神感动我们 去短宣 参与宣教的工作 你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金钱 所以很多人 能不能够去接受装备 能不能够参加宣教活动 能不能够为什么东西奉献 他第一个问的是什么 他问马门 问金钱 就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安全感的来源 而不是问神 那所以为什么耶稣说 你们不能够又侍奉马门 又侍奉我 因为如果金钱成为 我们安全感的来源 我们很多的时候 其实在问说 我可不可以做某一件事 我们在问的 不是神 而是这个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这个 其实这个第四个 这个独立 其实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 到底在婚姻当中 我们的财务是共同拥有 还是你赚你的钱 我赚我的钱 然后我们开一个 共同的一个account 然后把家用的 共同的使用的钱 每一个月你付多少 在这个共同的account里面 然后让我们 不管是房租 房贷 或者是家用 那其他的我们各自使用 你对这样的一个看法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这行不通 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说 这个Dennis Rainey 他在Stay in Close 这本书里面 他曾经提到说 这个五十五十法则 是行不通的 就是说 我做我该做的 你做你该做的 那如果男生说 我六十四十呢 对 其实我觉得不管多少 其实重点是 在我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保留 我觉得不管 那个保留是金钱也好 或是我的心也好 如果我的生命当中 有些保留就是 这个就是属于我的 我要来掌管这个部分 那我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 好像我们在谈很多东西 不管沟通上说 我的手机这是我的隐私 你不要随便看 或者是这是我的账户 你不要随便动 或者这是我的心 有一个部分 有一个小房间 是你不可以进来的 但我觉得其实这么做 或是为了说 我有一个红粉之急 他我就会跟他讲心事 你不要管我 其实这些东西 不管它是用什么形态呈现 但真正的关键就是 其实我们有百分之百的 把我给出去 所以其实因为盟约 我们之前谈过的 盟约是建立在 不再是我跟你 而是我们 所以不是我的钱 或者是你的钱 而是我们的钱 那很多人的思维就是 这是我赚的 OK 确实 你赚的 感谢神 可是你现在是在一个 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当中 所以你赚的多 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钱就多 你赚的少 感谢神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钱是一起的 那有些人会说 那婚姻当中 那我怎么样 surprise 因为我们之前有谈过 怎么样在婚姻的里面 可以给精心的 这种所谓的精心 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 我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 思考 有点私房钱 私房钱才可以 才能够 去给他一点精喜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 那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精喜 不是用什么钱精喜 其实是心 因为那是intentional的东西 所以为了说 我要给对方精喜 然后我预留了一些 我所谓的私房钱也好 或者是我account里面 我自己可以配支的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就是 我曾经看过 在电视节目里面 有一些的理财专家 他们就在讲说 在婚姻当中 做老公的 绝对不要让你老婆知道 你总共赚多少钱 这种专家 就是专门害人家 对 绝对不要让你老婆知道 你的薪水有多多 你让她知道 你就会被管死 你就没有自由 那我在那边看 我说 因为其实他们在教的是 怎么样在盟约里面 还是有一块自己的天地 在盟约的关系当中 怎么样维持 所谓我自己的 刚才我们谈到的 第四个印象 就是所谓的独立 因为独立没有不好 我们需要离开父母 但是是什么 与妻子连结 二人成为一体 而不是离开父母 然后其实也不要太 也不要太连结 因为我们在财务上面 最好能够彼此独立 那其实说真的 我们其实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我花钱的时候 不要有人管 我想要花钱的时候 我不需要跟人家交代 可是其实 却不知道在这个 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让彼此的心 更靠近的 所以其实夫妻 在面对金钱的时候 其实最深要去处理的 是我们里面的 那个不安全感 是 因为那个不安全感 其实是让我们的价值观 常常会扭曲 那不安全感 其实不是对方的妥协 或者是对方的价值观 的调整可以解决的 因为就当我们的安全感 建立在就是神 他自己 我们才能够进到 更深的一个合一 也更深的一个连结的里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